那皇后纳拉氏在义昆宫的后殿养病 不准见义人 那这是养病吗 这明明啊 就是把这皇后幽禁了 您好我是昆仑刘时 欢迎您来到书馆听书 今天啊咱们继续聊 这乾隆皇帝的第二任皇后纳拉氏 既然咱们这段书当中的主人公是纳拉氏皇后 所以说呀咱们有件事情啊 就先得搞清楚 很多年以前呢 在文学作品以及影视作品当中 提到纳拉氏并不是以忌后贯称 而说他是啊这个乾隆的废后 大概是从这个魂珠格格这个电视剧播出以后 这种叫法啊就更多了 直到这两年啊 有两部关于乾隆朝后宫的电视剧播放以后 大家才习惯的称呼这个纳拉氏为乾隆忌后 其实这是对的啊 您纵观轻史 这皇上宝皇后废了的只有一例 就是顺治皇帝废了他的元后 博尔吉吉特事 把这个博尔吉吉特皇后啊 降位成了敬妃 其实这事啊 您不用看电视剧 稍稍翻份史书啊 您就会发现 这乾隆皇帝自个儿就说过 据青史稿所在啊 这乾隆皇帝就曾经说过这样的一句话 他说呀 这皇后犯错了 他犯的这个错啊 则国俗所罪记者 而彼竟然悍然不顾 然朕有取于包含不行废斥 皇上说呀 这皇后犯的这个错误挺大的 本来朕工我呢 应该废除了他的后卫 可是啊 这念在夫妻的感情上啊 我呀还是没什么做 保留了他皇后的位号 那么这皇后到底做了什么 触动了皇帝的威仪呢 咱们呀 先在这卖个小关子 一会儿再聊 您要是了解这段历史啊 也不妨在弹幕上打出来 先给大伙啊透露透露 那有人就说了 这那拉氏做了皇后以后 到底这乾隆皇帝 对他怎么样呢 又得没得到后宫嫔妃 以及满朝文武宫卿 对他的尊敬呢 有很多人就纠结于 这乾隆皇帝给他的元后 也就是傅察氏皇后 写的很多首道王诗 其中啊 不乏有这个 季后那拉氏 与这个元后傅察氏 做比较的诗句 这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乾隆皇帝 在乾隆十六年为这傅察氏皇后 写的一首道王诗 这中间啊 他有这么两句 岂必新秦终不及 揪书旧剑 九相投 那这里边 那谁是新秦 谁是旧剑呢 新秦呢 那必然是刚刚策立的 那拉氏皇后 这旧剑呢 那必然是已经故去了的 傅察氏皇后 有人把它解释成啊 是乾隆皇帝 在傅察皇后三周年的忌日上 低头沉思 他说这个 那拉皇后 真的就不如傅察皇后吗 然后啊 他自己给自己回答了 他说没错 是不如傅察皇后 实际上在我读来啊 也没有那么深 我倒是觉得呢 这皇上自己跟自己说呀 难道是这个 新秦真的不及旧见吗 哎 想必是啊 我和这个傅察氏皇后 有多年的夫妻感情 一时难以割舍忘怀而已 是吗 他总归就这么几个字 至于理解 那就靠个人怎么读了 那既然我是这么认为的呢 那我就得拿出证据来 咱们来看一看啊 这那拉氏皇后 在做皇后的这些年啊 他到底得没得到 自己该有的尊敬 说到这那拉氏皇后啊 首先说身家不显赫 再一来呢 他做皇后之前呢 并没给这乾隆皇帝 生下过一儿半女 那么这那拉氏 他是凭借什么 登上了皇后之位呢 在我看来啊 他除了出身是正身其人 有这纯正的满洲血统 再来呢 他长得呢 必然是端庄大方 这最关键的 应该就在贤德上面 这个贤呢 可不是这那拉氏皇后 被册封为妃的时候 那个贤妃的贤 而是真正贤德的贤 你看你有的妃子呀 这个出身比较显赫 娘家也的分大 所以说呢 我拿什么跟你比呀 哎 我贤德 再有的妃子呢 他都能生孩子 给这皇上一连气的 生了好几个 哎 我拿什么跟你比呀 哎 我贤德 这皇上啊 还在其次 最关键的呀 是这个皇太后 这皇太后啊 她肯定是喜欢 这个既贤德 又孝顺的人 所以说呀 这那拉氏能成为 这个皇后啊 她首先是贤德 再有呢 她有这个皇太后的支持 所以说呀 在乾隆十三年的时候 这贤妃那拉氏 就被禁封为了 皇贵妃 总摄六宫室 就成了呀 这个准皇后 待到这个二十七个月以后 为什么要等二十七个月呀 因为得给这个元后 复查是扶桑二十七月 所以说在二十七个月以后 这那拉氏才登上了皇后的宝座 这会儿啊 咱们就得看出来 这皇上对着新皇后 好不好了 在皇朝文献通考当中啊 是这样记载的 国家定制有大典 必先祭祀于元丘 方泽 太庙 奉先殿 设计 以及 灵寝 或亲衣 或浅官 什么意思啊 这是策立完皇后啊 这皇上要走的一套手去 把这个策立皇后这件大事啊 先要到这个元丘 也就是天谈告诵天 方泽呢 地谈告诵地 太庙和奉先殿 既告祖宗 设计谈告知设计 接下来啊 还得到灵寝 去通知一下 新皇帝 那么乾隆皇帝 策林纳拉氏为皇后 她是怎么做的呢 她把这个前半截都做完了 告继了天地设计祖宗 哎 唯独到灵寝这啊 她停止了 她可不想啊 只是浅官员 去告继灵寝这么省事 她是啊 带着自己这个新皇后 叼巴叼巴的 亲自去 并且啊 不只是告继自己的 先皇那么简单 她先跑到这个东陵 也就是尊化皇陵 其中的景陵 告继了她的皇祖父 康熙皇帝 然后啊 又不辞辛苦的 翻过头来 跑到了西陵 一线皇陵 其中的太陵 告继了她的皇父 也就是雍正皇帝 在这之后的日子里啊 看出啊 这两口子关系好了 皇上到哪啊 都带着皇后 什么去中原 河南去祭嵩山啊 又带着那拉氏 一同南巡啊 木兰秋贤啊 半叶圣经祖灵啊 这些啊 这那拉氏皇后 是阵阵道 当然了 这乾隆皇帝 要是不喜欢她 能带着她吗 在这期间 这乾隆皇帝 还特意的 带着这那拉氏皇后 去了一趟 皇后祖籍的 发祥之地 挥发古城 这个地儿在哪啊 在今天啊 吉林省通话市的 辉南县 这件事啊 咱们还得 花两分钟聊聊 为什么呀 因为她呀 还引出了一个谜团 这就是这那拉皇后 姓氏之谜 做来呀 这那拉氏啊 是这皇后的姓 不过呢 这皇后 是哪一只那拉氏呢 很有争议 有人说呀 它是乌拉那拉氏 有人说不对呀 它是挥发那拉氏 清朝覆灭以后啊 中华民国北洋政府 设置清史馆 并著作有清史稿 清史稿里呀 把这季后那拉氏 定为乌拉那拉氏 这唐邦志呢 写了一本书啊 也挺有名 叫清皇室四谱 在咱们的书里呀 也经常提到 也经常引用 在这里边啊 他也称这季后那拉氏啊 为乌拉那拉氏 这后世的学者呀 都引用于此 故而这民国百年来呀 多数人都认为 这皇后啊 是乌拉那拉氏 随着很多文献呀 逐渐的又被整理出来 学者们就发现呀 在亲定巴奇满洲通治 和巴奇满洲士族通谱当中 都记载着 这个季后那拉氏的父亲 纳尔布 是首任 挥发国 国主的后代 哎 这自然就是说啊 这季后那拉氏 是挥发那拉氏了 那您要是 问这个问题 我怎么看呢 我怎么看呢 乾隆十九年的五月 这乾隆皇帝 带着那拉氏啊 去了挥发古城 并且在很多篇诗作当中 明确的表示 这就是 那拉氏皇后 他们娘家 祖宗的发祥之地 哎 这个皇上跟皇后 都认为 这皇后是挥发那拉氏 咱们在这儿 还矫情个什么劲儿呀 不但呀 这皇上带着皇后啊 可天嫡气的 这么一通巡游 在这期间呀 这皇后娘娘 还怀孕了 并且呀 生下的还不止是一个 乾隆十七年 四月二十五日 吟时 这皇后娘娘 生下了皇十二子 永齐 乾隆十八年六月 又生下了皇五女 哎 可是这皇五女啊 早上两岁的时候啊 这小公主就没了 乾隆十二年的腊月 二十一日 某时 又给这乾隆皇帝 生下了十三子永景 可是这永景啊 寿数也不长 这没过多久啊 也夭折了 也就是说呀 这那拉市 在这些年呀 没少给乾隆生孩子 但是啊 最后 落去的呀 就只有这永齐 一个人 要说这那拉市 最为风光的 那还得说是 乾隆二十九年的二月 二月初十啊 那可是皇后娘娘的 千秋圣诞 这宫里呀 自然是张灯皆彩 大自的庆贺了 不但如此 在这雍和宫当中啊 分派一百零八名喇嘛 在这雍和宫的大殿当中啊 诵念 无量寿佛经 九天 在正寿日这天啊 又加到了五百名喇嘛念经 哎 可是要说起来啊 这花呀 它自然五百日红 人呢 也没有千日好 这匹极了啊 他太来 太极了 自然匹就该来了 这事啊 就出在乾隆三十年的正月 这乾隆皇帝也第四次难寻 这前面啊 一直是好好的 刚咱不是说了吗 这二月初十啊 是皇后娘娘的千秋 这乾隆皇帝一算计啊 哎呀 这也不行啊 这二月初十的时候 咱们正在路上呢 想来你这个生日啊 咱们是不能做到源泉了 于是这皇上啊 就在出宫之前 先把皇后的生日礼物赏赐过去了 虽然呢 这个行路匆匆啊 在船上 这皇上还给这个皇后 过了四十八岁的千秋生日 这转眼间啊 就到了润 二月十八日了 这会儿鸾架在哪啊 鸾架正在杭州 在这个风景秀丽的 礁石鸣琴附近 这地方啊 您今天也好找 就是现在的 这个西湖国宾馆 这皇上吃饭 它是这个步骤 皇上先拿起这个 今天的膳食步子来呀 看到这个皇后 以及爱妃们 得味的喜欢的菜品呢 先赏赐给他们 几乎啊 是每人赏一瓶 这起居住啊 是这么写的 这早晨的时候 皇上第一个赏赐的呀 就是皇后那拉市 赏皇后存盆肉一瓶 到晚晨的时候啊 写起居住的官员想了 那第一件事不用问 还得是先赏皇后一瓶菜 于是啊 他就先在这个步子上 写下了皇后两个字 可是啊 从皇上嘴里说出来的 不是皇后两个字 多一个字 令贵妃 于是啊 这皇上就把这第一盘菜 赏给了令贵妃 直到宴席结束 也没提到皇后两个字 也没看见皇后这个人 这一天的善抵荡啊 可以查到 在这个皇后两个字上啊 明明白白的用纸 胡上了 写上了令贵妃 并且呀 就在当天的晚上 这乾隆皇帝 派俄妇扶龙安 护送这皇后 从水路回京 并且下明纸 让这皇后那拉市 在义昆宫的后殿养病 不准见一人 那这是养病吗 这明明啊 就是把这皇后幽禁了 这回到宫里以后啊 这皇后所有的特权 都被削减了 首先义昆宫的小厨房裁撤 让这皇后娘娘吃了大食堂 身边十二名宫女 剪成了两名 并且呀 又加了十个太监 这是为什么呀 显然是要看住皇后 不但如此啊 在四月份 皇上回宫的 没几天就册封了 魏家室为皇贵妃 接替了 被幽禁在义昆宫的皇后 处理后宫事宜 那么 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有人说呀 这皇上家没给出答案 不对 有 我举一个例子 就能看出 这乾隆皇帝 对季后态度大变呀 是有解释的 在乾隆三十年的六月二十四日 有这么一道折子 是谁上的呀 是这季后纳拉式的侄子 他侄子叫什么呀 叫纳苏肯 当时呢 他在这个塔尔巴哈台极下呀 做参赞大臣 这个官啊 说白了 就是皇上家派出自己的心腹 去监视蒙古王宫的 他给皇上上了一道折子 这道折子的名字 就能体现出啊 这皇后娘娘到底犯了什么事了 并且这个罪由啊 是皇上家 以及乾隆皇帝本人认可的 这道折子的名称啊 叫做奏 因皇后擅自剃发 寓意出家 搬誉 消侯爵 留任而谢恩 这意思就是说啊 这皇后啊 想出家 擅自的把头发剃了 这样啊 就牵连了他的侄子 把这个纳苏肯的侯爵啊 给削去了 可是广削了不算完呢 他还得跟这皇上啊 谢恩去 于是才有了这道奏折 这上面啊 他交代的就清楚了 他说这个皇后啊 想出家把头剃了 可是这个剃头啊 对这满洲人而言啊 是大不敬 是非常不吉利的事情 所以说这皇后至此啊 才受到了惩罚 那么这事情 它到底是不是这样呢 咱们呀得明天再说了 我是啊 给您天天讲故事的昆仑流石 喜欢的频道啊 还希望您关注点赞并转发 您的支持啊 是我能持续更新 给您讲故事的唯一动力 咱们呀 明儿见